其实你面临的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用双腿去跳舞了 一直是到了截至大概一个多月以后吧 然后才重新想着说我能不能跳跳舞呀什么 当时坐在轮椅上我就在轮椅上呀 手舞足蹈呀就弄了一个轮椅队我们在那个医院里边 我们整个三楼都是地震灾区截至的一些病人 然后我们就一起每天下午六点中午十二点就一起 搞一些什么联欢晚会呀什么的 当时好像真的大家都没有在特别的哀悼当中 大家还是想着比起那些在灾难当中遇难的人 我们真的是很幸运了 心态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后来也是因为有一群志愿者来看我 然后他们当时是做一个世界小姐的总决赛 就说你我们正好下个月有决赛你愿不愿意上去表演 然后他们也很鼓励我 就说你要是愿意我们会想办法的 就这样 就去了吗 就就去了 然后再截至刚刚两个月那一篇 七月十四号 我就又一次上台跳舞 就在一个大鼓上 特别大一个鼓 我跪在上边也跳了一个鼓舞 特别感动 因为这说实话 就是我第一次就这么近的距离 跟这个汶川的幸存者 真的是从废墟里面出来幸存者交流 当时我心里想到一个词叫凤凰涅槃 就真的是觉得就是一只美丽的凤凰 就是浴火重生 然后一下子变得更加精彩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种美是 无可比拟的 真的是 背后我相信 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辛苦的锻炼 对 最早练甲肢的时候 其实也有过很挣扎的时光 就不想看到甲肢 有一天早上我起来 他们都出去买菜了 然后我家里面也没有任何人在 我就特别想上厕所 看到那个甲肢 我赶紧装上它 但非常的生疏 所以我就穿着它 跌跌撞撞扶着墙 走进洗手间 当时一踩 就整个人趴搭就倒了 然后我当时起来了的时候 旁边不是有个洗手 抬一个镜子 我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 觉得很丑 很颓废 很没有希望 然后那天 我就想 啊 廖迟你到底要过一个 什么样的生活 这么卑微的 还是你想了 昂首挺胸站起来 面对自己的人生 所以那天真的是 可能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 所以终于有一天 其实穿上你的甲肢 你可以自由地行走 可以自由地跳舞 可以自由地迎接生活的每一天 自由的感觉很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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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